你知道海鲜的公母怎么分吗 是公的好吃还是母的好吃吗 黄黄鱼 看这个鳍 如果它是圆的 它就是母的 它这个公的是细长的 要吃买公的 海螺 像这种树纹的就是公的 像这种横纹的就是母的 要吃买母的 口感会好一些 扇背 像这种发白的就是公的 像这种发红的就是母的 喜欢吃黄的可以买母的 龙虾 看它这个刺 短的就是公的 像这个边上这个刺 长的 这个就是母的 要吃买公的 这个母的每个会发苦 生蚝 看它这个肉的尾部 如果是平的 就是母的 看这个公的 是带个小水球一样 撑着 这个发黄的就是公的 这个发白的就是母的 要吃买公的 口感会好一点 鲍鱼 看它壳里面发青的就是母的 看这个发黄的就是公的 要吃买公的 能吃的地方多一点 白虾 看它这个腿发直的就是公的 看这个腿 成八字形的 这个就是母的 要吃买母的 小龙虾 看它这个肚子上没有爪的就是母的 有爪的就是公的 刀鱼 看它这个嘴 这个嘴 下嘴短的就是母的 看这个下嘴长的 这个就是公的 要吃买母的 虾巴子 这个脖子上带白杠的就是母的 这个没有白杠就是公的 母的只有尾部发黄的才有黄 甲鱼 看它的尾巴 这个发短的就是母的 看这个发长的就是公的 要吃买母的 像这种甩子的母肥蟹 千万不要买 不仅没有黄 肉也是空的 学会了吗 关注我 下期接着教大家怎样学爱些